大家好,這裏是Team Network的Gavin,Andy,Brian和Sammy 我們接下來會拍攝一個新系列叫HelperBots 會將平時比賽或玩的時候抽象的概念 我們嘗試去整合,或者將它實質地說出來 我們這系列會憑自己的經驗、大賽經驗 去外國的Valte Tour,或者看的文章 可能在Reddit、Youtube Channel 可能在Podcast上翻譯或者歸納 希望幫助玩了一輪的朋友和新手 互相交流一下,有得著 而今集我們的主題是說House Road 即是說不同勢力的分布和不同House的性質 從而可以了解到Fu Deck的玩法 以及可以考慮和應對Fu Deck 好了,我先將Main House交給Andy 首先我們會將House Road 即是所謂的勢力角色,大致上會分為三類 第一類就是我們所說的Main House Main House有什麼特點呢? Main House的特點就是 它可能在Fu Deck裡面 如果它那個勢力 它的怪物的數目會比較多 因為怪物在牆上會保持著 會有一個長優 以及在牆上面 就可以繼續使用那個勢力 而到了一些東西的時候 如果它排在牆裡面 那種House的生物數量比較多 它可能比較大機會就是屬於Main House Main House有一樣的定義 就是當你如果那個House可以做到 你牆上面 只是不停叫那個House 而不用出你手上的手牌 都可以令你有優勢 從而得到贏遊戲的話 那這個就達到Main House的贏 Main House有什麼特性呢? 可能是生物數目比較多 那還有呢 就是我重複叫那個生物的時候 除了我得到一顆Ember之外 它還可以有些更加強勁的能力 那就 例如的分別就是 當好像花生仙子 我一出就是拿到兩顆Ember 那如果我出了露珠妖精 那麼Rip就變成了兩顆Ember 加上它有elusive 它站在牆上面的持久性 就會比花生仙子強 所以如果它看到一副一 如果它露珠妖精 它可能含量比較多的話 可能它的暗聽就偏向Main House 那還有一些什麼 會令它成為Main House的機會更大 就是一些有用的藝術 例如支配者之罪 就是Disk 那你可以用Disk之後 你就可以用它來 用一個其他世界的怪 因為這些神器 你放在牆上之後 你再叫它就會有它的優勢 那還有一些什麼例子 例如Memory Clips 你叫Logo的時候 你就可以握手帆 你的手帆 你繼續叫的時候 你都會有它的好處 那另外呢 就是 如果我們就著新的ZB來講 ZB最愛聲音 平常可以說 不停可以叫它House 通常我們會說是Star Alliance 因為Star Alliance 星聯 基本上一個House 它就有齊齊 那麼多種Keycord 上面最重要的元素 包括有 加Keycord 的Ember Control Cab Capture One 就是Ember Control Kirby 還有一張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它可以用其他House的卡 Kamala Chan Kamala Chan還有一張Pay 可以出牌 類似Keycord 那是Exo Chain Exo Chain 對 這個就是令 即使不停叫Star Alliance 除了它有它的強大炮 還可以通過你手上的牌 加上它的強大炮 或者Transportation Platform 都令到Star Alliance 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做一個Main House 我補充一點點 其實我們所說的Main House 很多時候它的目標 因為Keybosh 是鬥快賺錢的遊戲 所以我們的目標 是盡快獲得18顆Ember 而Main House的好處 就是 我希望你一開始自己 Budek的時候 你的Game Plan 就是希望可以盡早 Develop到自己的場優 所以令到對方有壓力 去回應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希望找到自己Budek Budek的Main House 的時候 最快希望做到的東西 之後我就會說一下 第二個House 我們會分為Burst House 即是一個爆發的實力 很多時候這個House的特性 就是你只會 有機會 整個遊戲可能只會一兩次 還有它第二樣做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做到一個很大的Swing 可以令到你和對手的差距收窄 又或者直接令到那個差距拉到很大 令到你直接贏遊戲 而第三樣呢 其實它 最特別的就是 它是一些很 你會做到的 可能需要花一兩個回合去預備 做一下Burst 這個House 我們就統稱它為Burst House 那 五個例子呢 五個例子 例子 我們經常會用的一些充淺的方式 可能是untame 我們需要一些Dust Pixies 包括仙子 或者自然之照 Nature Score 附滿這些牌 我們很少 其實不會特意出一至兩張 因為那個效益 相對是較低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希望可以令到 夸券的時候 可以儲一下手牌 儲到有四張 才做 那個效益 就最大化了 而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可能我們最常用的 就是Shadows 因為我們可以有amber control 那amber control 我們比較常 就是不會少用 希望一次過 可能人家在檢查的時候 然後我們才一次過去偷 人家的amber 就令到有一個swing的存在 可能由人家的check key 6元 偷到它 可能只剩下2元 這個swing 就是希望我們first house 可以做到 我們就平時不會突然 出兩張shadow 去偷 浪費一張去偷 人家一至兩顆amber 所以呢 first house的效用 就是剛剛所說 希望拉大差距 又或者是收集 局水手之間的差距 就是first house 還有第三個house 最後就是支援型的一個勢力 那它的角色定位 其實是有些 你可以說叫蒙古 因為其實它做的就是 幫你另外的兩個勢力 去補利而補不足 其實有時候 不一定是它說 很特別的要做到什麼 但可能就是因為 你先進入房子 或是first house 做不到的東西 它就補充了它 怎樣說呢 如果你的主要勢力 是隱形的 如果你的主要勢力 你可能有十隻的 那隻露珠妖精 你就可以一下 收了很多錢 但是呢 你是缺乏一些 可能清場的手段 這個時候你的support house 可能就要有一些 所謂的點殺 或者是一些大清場 去幫你控制 到場面 令到你的主要房子 可以很順利地做到它 除了點殺之外 還有很多抽牌效果 一些永續的效果 或者一些干擾型的效果 都可以叫做support house 做到的東西 那有什麼呢 比如說有這個disc 的embrane 和succubus 即是微摩 和漁盡小鬼 這兩隻都是disc 最煩膠的兩隻東西 基本上是 兩隻都是干擾到別人 出不了牌 或者可以卡牌的很多回合 這個就是可以做到的東西 另外就是可能大家都很喜歡 Logos 一隻叫母機的東西 每晚都可以抽到一張牌 過多些牌 又是令到第一件事 令到你的first house 或者你的主要房子 當然不是儲合牌 最後就是一些保護型的卡 例如是自身之影 shadow 或者是一些有招控的怪 現在有很多的 甚至現在的招控怪 有Masidas 令到他們的保護性能很高 令到一些很重要的小怪 或者你主要房子的怪 保住了 你住的房子 做事很順利 所以其實有時候 支援房子的定位 會很明顯 因為有時候可以做到主要房子 甚至可以做到主要房子 例如說你有一隻 Embraim 或者Succubus 站很久的 可能就令你贏 所以這個情況 你就要自己去看 有時候 那個房子的定位 會慢慢轉 會自己去 你也可以多點去 現在網上有 這個叫做 The Crucible 可以去網上試 不同的卡組 你試的時候 都可以更加了解到 不同的小怪的定位 對 他們有一個延伸 可以在你打DAC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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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在你打DAC 你打DAC的時候 可以在你打DAC 你的房子的次數 又多 平均的次數又多 這個多怪的 一定是House Row 一定是Minghouse 或者是不停的 因為House Row 會隨著Games Day的進行 做不同的演變 例如 我有一部DAC 有Logos 是Memory Chips 我開頭 抽不到 對 剛才我抽到Memory Chips 之後 我都抽到Logos 是怪了 我會做回Minghouse 就是盡量鋪場 和做Ripper 然後做Arca 手牌 達成Logos Minghouse 當我儲了一堆Arca牌之後 人家有青年王 Logos Logos 其實已經做不到Minghouse 因為我的怪已經死了 就是Arca牌裡面的東西 就可以進入第二波的Minghouse 或者做 好像剛才嘉雯說 儲了一堆Pans 做了八分 又再加拋牆 又繼續做到跑路 例如 現在ZB 恐龍 我儲了一堆三角龍 又可以保護羽條 摘龍 摘龍 又可以不停再播手牌 這些可以不停再播手牌 可以看到 其實 摘龍的House 可能是 不一定是絕對的 可以在同一個Games 被轉變 或者 可以和整個House 合成都可以 即是現在ZB的 StarLine 和恐龍 各自都是 自己都一面 基本上 自己做到Minghouse 做到Birds 所以 現在加上Logos 天下無敵 今集我們的Helper Boss Series 第一集就說 House Road 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其他的資訊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我們之後 都會拍更多的片集 是基於House Road 然後解釋我們的 打法 影響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